破庙男神剑尘正在破庙摆烂 突然一顶香炉飞了进来 剑尘持剑将香炉一分为二 剑到了一个嚣张的男人 男人不仅轻松说出剑尘的来历 还称呼莫名剑法是三脚猫的功夫 此人居然清楚我师承河门 而且他只愁香炉之时 预含着无上的内力 不比师父训辞 看来是局势高手 我必须小心为上 还未等剑尘询问男人的来历 男人再次出言诋毁无名 声称莫名剑法是花拳锈腿 剑尘非常敬重师父无名 要求男人立刻收回侮辱无名的话 否则休怪他剑尘不客气 男人文言非常不屑 嘲讽剑尘简直不知死活 剑尘剑状不再多言 手持英雄剑攻向男人 谁知男人仅仅只是一招 便轻松将剑尘拿捏 一把抓住剑尘让其动弹不得 果然骨骼尽起 先生身份练武的好材料 你立刻拜我为师 让老子重新改造你 我是为英雄剑的传人 一生世随一世 我怎么可能拜你这旁门左刀为师 剑尘宁死也不愿拜男人为师 让男人彻底失去耐心 略移用力将剑尘打晕了过去 随后男人来到无神绝宫 将剑尘交给了绝心和绝天两兄弟 从三人的对话中得知 男人叫做破君 乃是武灵神话无名的师兄 他为了求取绝技杀破狼 答应替无神绝宫做两件事 这第一件就是擒拿剑尘 而绝无神之所以要抓剑尘 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对付无名 所以需要得到剑尘的帮助 破君显然知道绝无神的算计 表示剑尘武功虽然不行 却还是挺有骨气 要利用剑尘恐怕不容易 这点不劳你操心 我自有办法控制剑尘 你只要将人交出 就算完成你的第一个条件 另一个条件 你何时才能完成 嗯 不用你催 我也要节日出完成 破君要完成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献出剑宗的无上绝学万剑归宗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和无名一战 破君离开无神绝宫后 剑尘被带到了绝无神的面前 硬气的剑尘可杀不可辱 放言要他下跪痴心妄想 结果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老老实实地跪了下去 绝无神命运不说暗话 出言拉拢起了剑尘 要剑尘帮他对付无名 休想 我根本就不为你做任何事情 是吗 我跟你打斗 你会乖乖地听话 而且不久之后 你师父也会拜你所思 像你一样 乖乖地跪在老夫的面前 我根本就不会背叛我师父 剑尘不愿被绝无神利用 并起魅力猛地挣脱束缚 杀气腾腾地冲向绝无神 决心反应过来拦住剑尘 与剑尘交起手来 剑尘一身的功夫都在剑上 没有英雄剑在手的他 如同那没有利齿的老虎 数招之间便被舍心印打倒在地 舍心印乃是决心自创的绝学 会让人凶邪式杀失去本性 剑尘只要想着与绝无神为敌 就会遭到生不如死的折磨 决心抓准时机出言蛊惑 让剑尘的心灯着舍心印走 痛楚就能立马消失 最终剑尘再次遭到打脸 来到绝无神的面前跪下 成为了绝无神对付无名的棋子 话分两头 伤势痊愈的聂锋提出告辞 他要前去寻找不惊云和楚楚 临别前 聂锋希望能看一看第二梦的真容 第二梦自觉相貌丑陋 担心会吓到聂锋 聂锋认为能吓到他的 不会是丑陋的容颜 只会是丑陋的内心 最终第二梦在聂锋的鼓励下 勇敢地接下了脸上的面纱 看到第二梦真容的聂锋 立刻想起了他深爱着的明月 一时间愣在原地满脸不可置信 这种反应大大刺激了第二梦 以为聂锋是在嫌弃他的容貌 崩溃地跑了出去 聂锋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拉住第二梦解释了起来 姑娘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你还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你的眼神 很像我熟识的一个人吗 他就是明月 明月 他是我这一生 最爱的人 听到聂锋的解释 第二梦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聂锋不是在嫌弃他 而是把他当成了明月 聂锋夸奖第二梦和明月一样善良 他的这张脸长得也并不丑陋 第二梦在聂锋的开导下 彻底走出了阴影 不再为脸上的疤痕感到自卑 两人的关系也更进一步